你看到王涵在这个项目上拿到金牌之后啊,你的感受和体会是什么? 我今天其实刚刚一直在现场看比赛,看的时候自己心里非常紧张,也为他们加油。 那我其实觉得王涵真的很不容易,因为他既是我们河北老乡啊,又是我的师妹。 对我的小师妹能够取得奥运会跳水三米版的金牌,我真的非常的激动。 每一次他们跳下去呢,我都很兴奋的想要喊出来,今年王涵三十岁了。 对。 今天我就立感同身受体会到他成功背后的艰辛了,其实我觉得最大,最能支撑他的力量是一种理念,一种信念。 也是验照体育那种蛮强拼搏永不延弃,永不延弃,世争一流,贵国争方的体育精神。 我相信在这种力量的指导下,后面出场的鼓励胶、孙永沙、长远等,将会在千球、乒乓球、拳击等项目上取得优异的成绩。 也预祝河北燕尔能够取得历史性的突破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